首先有请的是我们今天的第一位小伙子 这位小伙子 他的人生格言是 头可断 血可流 发型不能动 来 掌声有请 这位小伙子有请 全程热烈 大家好 我叫马亚刚 今年23岁 来自长寸乐山 我的爱情血缘是 我是刚哥 我来了 初次来到这个舞台上 紧张都属于正常的 是 对 你就不要有这个什么紧张这种负担 咱慢慢聊着聊着天就放松了 好吧 好吧 先来看一下场上16个姑娘 看看对谁的感觉最好 上个甲可以吗 行 去吧 好 看看哪里远看不清 看完了 看了看了看好了 看好了 你确定要看好了 来 场上16个姑娘 看一下这位小伙子 你们对他感觉怎么样 可以先考虑一下 来 请选择 我先不问这边的姑娘 你跟我分析分析 咋回事呢 那边一个都没灭 这边灭这么一堆 怎么回事呢 看我太小了吧 看我还在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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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本这边越过起来 咋的你一层人 跟那头呢 我觉得小伙子这么多 这太对了 我们一到八号这边 就是年轻 就是好看 就是漂亮 咋的 三胖子 给你这阳光 你还灿烂上了 你说小伙子用那声动机器 他不好意思瞅那边 先向你那边溜的一圈 顺便依旧人在那边 我们这边都是大个漂亮白的 你行了吧 你还记不及这上次有个小伙子 因为你来了 把我们一到八号全灭了 还不让我们要没吐气一把了 这都为啥特意上那边 看你们眼部 因为长得不清晰 对 对 感觉 那边的我洗锅 那边的我就不去了 那边的我洗锅 那边的我就不去了 好 好 这 兄弟啊 你实在太实在了 不是老话都说 宁拉一圈不拉一人哪 你撇叉一下吧 那我觉得从某种程度上来讲 小伙子专一 我有相中的我就不看了 再漂亮再好看我都不看了 是的 是不是这么回事 对 你看 来 那接下来 根据你的感觉 最少命一盏灯了 可以行动了 咋的你要飞灯一遍呢 你这两遍吧 你要飞灯一遍 你这两遍吧 你这飞灯一遍 我来到场上第三期 你就把我的灯给灭了 我非常非常生气 怎么办吧 小伙 感觉你那个太漂亮了 给那个下一位哥哥留了吧 我们人别生气了 他说你太漂亮了 一四一到八号里面 都是磕着的 好吧好吧 小伙子算原谅你了 好 谢谢 一般太漂亮 都能当兄弟媳妇 当不了自己媳妇 明白了 好 来看小伙子的第一个短片了解一下 男人这一生 一定要有一辆车 要不就白活 这就是我的宝来车 音响 车身 牌照 都是我自己改装的 车买的时候花五万多 我改装将近就花了两万多 因为车呀 就是我的小情人 我就是舍得 为我小情人花钱的马小刚 今年23岁 家世长村乐山的 我喜欢飙车 我享受飙车的速度与激情 我是干光大白的 每个月七千多 每次都用我的小情人 拉着我的工具去干活去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赚钱 自从刮大白这几年 我攒了已经八万多了 我干活时从来不戴帽子 你干活给戴帽子 不戴 头可断 发型不能乱 衣服好坏无所谓 我的发型不能乱 每天出门前 我得弄三十分钟头发 在我这块 头发排第一 车排第二 媳妇排第三 我家是马家岭的大户 有无上多地 每年踪地的存收入八万多 如果你当我媳妇 我一生一世捅着你 你愿意进我们马家大户吗 六号刘娇 那个你干活不戴帽子 那这大白会落脑子上咋扔啊 那头部上我也不动啊 其实主要就看错发型啊 不能太乱呢 我特别喜欢王哥那发型 你以后为了我能改成王哥那发型吗 那怎么不能去 那达到的标准能 达不到的标准 那我就不能动 发型 你的标准是啥呀 个头过高的 看着就是顺眼的 能看得过去的 个头得多高啊 一米六二以上的 刘娇儿你达到了吗 我竟聊一米六五 啊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